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27日星期二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昨天 媒體再報導多兩宗 曾經接種疫苗的死亡個案 其中一個事主 就是公家醫院的醫生 後來有媒體查證 原來這名醫生是藍絲 至於另一個事主 是一名76歲的伯伯 第二宗消息 新加坡和香港之間的旅遊氣泡 終於敲定了 在5月26日啟動 據說 國泰首行的航班 來回票價 要8600元 到底值不值得 真是見仁見智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 那兩名曾經接種疫苗的死亡個案 詳情是怎樣的 第一宗個案就是普通科醫生鄧曉偉 他在九龍中聯網的普通科門診 擔任替架醫生 在1991年的時候 取得醫委會註冊撿 原來他在今年3月 曾經簽署過 支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聯署 在2019年9月 也有參與 醫護界支持警隊 嚴正執法的聯署 可見他是一位 非常之愛國的人士 他身體力行 真的跑去打 中國製造的科興疫苗 可見他不是只有口 但是很多藍絲 真的是口頭派 參加這些聯署 有200多萬人 根據建制派所說的數字 聯署有200多萬人參加 現在 連無大使計算 也沒有90萬人去打針 徘徊是這麼低水平的數字 到底其他 百多萬的藍絲 去了哪裡呢 你不要管其他人 林鄭也曾經說過 他在接受大陸媒體訪問的時候 有些人 你叫他去打針 他也不打 你叫他去檢疫 他也不去 社會上當然有這群人 你叫他走東 他專門走西 你不要管他 但是藍絲就是 你要支持這個特區政府 你也不支持 沒理由不打針 是不是 那去哪裡呢 其實建制派 動員能力也反映得出 似乎是很頑皮的 是不是 為甚麼動員不到呢 難怪這個田飛龍會走出來說話 就說忠誠廢物 我們就看看那宗個案 醫管局九龍中聯網確認 一名員工在4月26日早上 在廣華醫院急診室 搶救無效離世 醫管局說 根據紀錄 病人在3月19日 以及4月16日 接種過疫苗 接種甚麼疫苗呢 媒體就說 這個是 打了科興疫苗 聯網就住 員工不幸離世 表示哀痛 並且向家人 致以 深切 慰問 衛生署就說 他在接種中心 並沒有感到不惜 由於這次是屬於接種疫苗之後 14日內的死亡事件 衛生署在接獲到醫管局的通報以後 就會按經意制公佈詳情 儲方已經聯絡了醫管局索取更多資料 協助評估 死亡和疫苗有沒有因果關係 儲方也都將個案轉交了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 又有專家去把關 看看到底這個醫生 他有沒有什麼肥胖 有沒有吸煙 諸如此類 是不是 有專家把關 多數都是無關 跟打疫苗 是不是 因為可能這個醫生本身也有不少的 萬性疾病也不奇怪 可能不知道什麼三高什麼高 都不知道 這件事讓專家去評估 另一宗 個案又是怎樣呢 那宗個案就是 一名的76歲 曾經在3月3日和3月31日 去到私家醫生的診所那處打了科興疫苗 4月5日中風入院 去到26日晚上就離開了 所以昨天多了兩宗個案 累計 21宗是科興 4宗是復必泰 21比4 另外昨天又爆出了一宗事故 就是說 有五個市民 在打針之後 那張針卡的紀錄 出錯 原本他們就打了這個復必泰 那張紀錄 竟然說他們打了科興 於是這班人 接反了疫苗接種中心 負責的護士就告訴他們 只是記錄出錯 並沒有打錯針 但是那些 市民就說已經嚇人了 實際上來講 打錯針的機會就不大 因為 每一個接種中心 安排了特定有一種針來打 但是這些是很低級的錯誤 因為你整間中心都是只有一種疫苗打 但是為什麼會出錯呢 真是奇怪 你還要不是一個人出錯 你是有 五個人的針卡出錯 那究竟是為什麼呢 一定要調查一下 這件事其實都可大可小的 如果那一名市民 他剛好打了第一針 那張針卡就出錯的時候 那到他要去打第二針的時候 那他怎麼辦呢 他怎麼跟別人解釋呢 他現在就說發現得到 有些懶惰的 拿著那張針卡 然後看也不看就接了他 那些真的到時候打第二針 你不知道怎麼跟那些人交代 明明是打復必泰的 他寫你打了科興 那到他打第二針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到時候還幫不幫他打復必泰呢 是不是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喂 如果別人打了復必泰 你幫他寫科興 可能對於他的出行方面 是會有影響的 因為目前你也說 比如說歐盟才算 歐盟到現在都只是承認四款疫苗 沒有一種 是由中國或者俄羅斯製造的 四種都是由歐洲或者美國製造的疫苗 而歐洲 歐盟 他們在夏天的時候 就會開放旅遊業 歡迎美國那些 打了疫苗的人入境 當然啦 馮德來欣 一隻字都還沒提香港的 不過 喂 倘若有其他國家 他是容許 香港打了疫苗的人入境 而那個國家他只是承認復必泰的時候 你幫他寫了科興 他起不時到時候又要回家打 怎麼辦 所以這些你一定要尊重那個人 他既然選了復必泰 你就寫回真 這些也是多鬼魚的 這些也是 好了,接著我們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新加坡和香港的旅遊氣泡 在5月26日就啟動了 特區政府規定了 參與這個 旅遊氣泡的香港居民 必須要完成接種了兩劑疫苗 最少14天之後 才能夠參加 這是香港自行家的規定 新加坡就不用的 新加坡參加旅遊氣泡 他不用打針 他說來就可以了 當然他也有另外一些規定 不如說要檢測到陰性 但是總之他沒有一個要求是打針 打針就是香港自己加上去的規定 這個算不算是有多少不平等呢 為什麼香港市民去新加坡旅遊 就要先打針 新加坡市民來香港旅遊就不用打針 這個是問題 當然在人家沒有主動要求你要打針的情況下 特區政府主動加了這個條件上去 就一定有他的目的 就是要催谷打針 但是你這個催谷打針 是你自己承認的 現在你說要打了疫苗之後 最少14天才參加 他就沒有說哪一款 就是說復必泰和科興都可以 這個是特區政府自己承認的 不是新加坡承認你科興或者復必泰 這個要搞清楚 新加坡從來沒有要求你打針的 不是代表別人承認了科興或者復必泰 不要搞錯 至於香港現在跟其他國家在談的 旅遊氣泡安排 到底對方的國家是承認哪一款疫苗呢 我相信就要視乎個別國家的政策而定 就不是說 包含你兩種疫苗 隨便一種都可以 我相信就要看看 到底對方的國家怎麼看 這件事情也很重要 不是說特區政府說了算 因為這些是雙方的協議 說回新加坡和香港的旅遊氣泡 有媒體去了永安旅遊的網站那裡查詢 原來首行的來回機票要8533元 如果在其他網站那裡 更加是叫價叫到9600多元 至於在往後的日子又怎樣呢 我查過國泰那裡 如果是一般的日子 大概都是介乎四千元到四千六元不等 如果不是首行的話 價錢都 上算是可以負擔 至於合不合理就真的見仁見智了 因為以往如果你說搭那些廉航去新加坡 那不需要四千六元嗎? 只不過現在這個 就叫做特定安排 因為去程回程都不需要隔離 大家餓了這麼久的時候 四千元到四千六元都一定有人落搭的 一定有的 但是 新加坡到底有沒有一個吸引力 可以驅使到很多市民 特地去打針 而去參加這個旅遊氣泡 我就有移民的 因為新加坡有的那些東西 香港大部分都有的 唯獨是沒有的 一個就是環球影城 一個就是賭場 這兩大的特點就是香港沒有的 至於其他的 香港有什麼東西是沒有的 那些什麼污截路、購物 購什麼物質 香港什麼差事都可以買 買到沒有人買 還倒閉了 尖沙咀那麼多舖 所以基本上就是 吸引力就不是很大 如果你問我會不會為了特地去新加坡而打針 我就很坦白跟你說不會 而且票價也不便宜 四千至四千六元 是負擔得到 但是 你會不會光顧他 如果說開通和日本的旅遊氣泡 就不同說法了 我相信就真的會 吸引到一大群人 去打針也不奇怪 但是新加坡就老實說 吸引力是有限的 這節先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